好,來我們看第一把比,他說把我們液體當成在孔中 然後呢下面是他的那個關係,液體的總值量 也就是體積還有涼桶跟液體的總值量關係 他其實你把那個敘述跟你講清楚 然後你密度多少對不對? 心情要需要,第一點什麼? 第一分之耶,你注意聽喔 這種題目你不能直接老師兩個相處好不好? 不行,為什麼你知道嗎?來我們看一下為什麼一下 你看在這邊,你看這裡,我從5變成10 我的體積增加多少? 加5,對不對? 我的質量呢? 我從38變成41是加3 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次體積呢也是增加5 所以我理論上我會拆一台加3 欸有沒有,41加144 所以沒有問題,再來 15變成20是加5 所以回去呢這裡加3 這個沒有問題,所以你去想一下 如果我幫我回去的話,請問你 如果我這邊減5的話 這邊應該怎麼辦? 欸,是不是應該減3? 超棒 超好的 你看有回憶出處,棒的事情 這裡是0 38減3是多少? 是35 最新問題來了,你看一下 怎麼會沒有體積還會有質量 代表這個質量是什麼東西? 這個質量,就是兩桶的質量 所以第9,你答應可以直接寫的 兩桶的質量多少? 就是35,所以答應是豬 但問題是前面這一題 這個密度怎麼算? 密度怎麼算?這裡 呃,你有兩個方法 我們現在第一個方法 很簡單就是,你看哪 你看這邊 你去想嘛 我每次體積增加5的時候 這個質量會增加3嗎? 請問你 我這個加3裡面有包含那個兩桶的質量嗎? 其實是沒有的,因為已經被扣掉了 所以這個5跟3 就很明顯這個 這個5完全都是液體的體積 這個3呢 都是完全是液體的質量 所以我可以直接在進去算 1的v分之 我的v是代表 質量呢,就增加3 所以答應就變成0.6 所以他選字b 聽懂嗎? 因為這裡面呢 就,我這邊加3加在這裡面有沒有 並沒有包含到兩桶的 因為兩桶已經被扣掉了 就被消掉了 這樣懂嗎? OK 好,這樣你把它寫一下 然後